与狼共龙马奔腾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醋醇香 爱腾远 吃好醋 选恒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 崇鹏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佳缘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震的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另一半 在我拍照片的时候 能等等我 你拍照片的时候 对 是的 他等等你 你在拍什么 我很喜欢拍生活中的一些瞬间 比如说光影 小孩子玩 老人的一些神态什么的 有可能我俩在一起走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比较满意的东西 我会停下来拍 可能就没有是 及时地去跟他说 这个时候他已经走远了 然后我希望他能理解我这一点 这个是我当时是在七九八拍的 拍的一个光影 我很喜欢拍这种光影 摄影就是关于光和影的一种意识 六号 那个飞哥好 南卫老师好 我是六号女嘉宾 樱田田来自上西太远 男嘉宾您好 我想问你 就是一个照片你会拍多久 就是我不可能一直等你 没有 这个顶多就几分钟吧 如果是刚巧是满意的话 可能就半分钟一分钟就OK了 好的 谢谢 我有一个想法 南家宾 就是我爸爸是一个编剧 也是诗人 就是你跟他出去玩 好像他都在沉浸在 自己的创作当中 有些时候家人的感受 就照顾不到 如果你女朋友 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你会调整一下吗 我会安慰他 如果是有女朋友的话 安慰他 没事 忍一忍就好了 忍一忍就好了 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我会尽量去拍女朋友 如果他愿意的情况下 这样就太好了 对 9号 飞哥好 两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苏元 来自浙江宁波 现在是一名房产经纪人 对 男嘉宾 比方说咱俩就是走路上 我跟你正可高兴的 咱俩唠壳呢 然后这时候你就突然发现 那光影太好看了 你会突然地打断我吗 你说等一下 我要拍一下那个照片 然后再跟你聊天吗 我会等你先把这个事情 说完之后 然后我再跟你说 这一块我想拍点东西 让你等我一下 他说的那个情况是转瞬即逝的 那就没吧 那就没了 光可以没 但人得在 好的 谢谢 有的时候要看那个 那个事的罕见程度 那个时候如果是 真的是 我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 再出现第二次的场景 就在那一秒钟出现的时候 而你再说晚上我们是吃饺子 还是吃面条 我可能就先等那个百年不遇的 然后回来说面条也行 饺子也行 你看可以吗 饺子得蘸醋 可以在你恒顺相处六年成 六年成 对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另一半比我睡得晚 你几点睡 我因为由于工作原因 可能要凌晨一两点左右吧 三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 因为晚上的时候 可能会更安静 然后更适于工作 然后我有的时候 我比你还要晚 我可能要三四点才睡 那我们都是因为工作 才这样 那这种我们怎么去协调呢 其实我也一直很困扰 这样一个作息时间 如果睡得晚的话 又不是天天这个样子吗 我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单身的时候 我的手机是飞行模式的 因为我睡眠不太好 如果是谈恋爱的话 我会二十四小时开机的 就是 如果你晚上会惊醒 或者睡不着了 随时可以联系到我 我是比你还晚 你惊醒的时候可以找我 那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片头 福莲 你给我讲讲 小丛是怎么开始做狐的吧 你啊 你是不是觉得小丛 不像一个做狐人呢 小丛大名丛棚 现在是一名紫砂湖的首艺人 五年前孤深艺人 南下1800公里 来到宜兴学习紫砂文化 紫砂湖一行 将就师门传承 于是丛棚便奉茶拜师 从学徒做起 兴兴业业 最终被师傅那人闻下 小丛生活里是什么样子啊 这个 这个你都听他自己讲吧 我叫丛棚 干什么的你们也知道了 像他们讲的一样 我生活里根本离不开胡 先种茶再喜欢胡 喝不同的茶 我会用不同的胡 而我也给他们取了相应的名字 福莲 秦玉 胡对我来讲的话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如果说我去送给朋友的话 他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 是非常重要的 哈喽 最近喝没喝茶 我关心的是你 不是我的胡 对 我管这个叫回访 每一只胡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总是想知道的 远离家乡独自生活 那必须要回做饭 我会跟着做饭APP教程 一步一步来 因为红烧肉 它需要放料酒嘛 当时是放了挺多 后来味道是没有了 但是吃的时候有点伤喉了 现在我也有自己的特制菜品了 这是为未来女友准备的 蜂蜜紫薯泥 其实除了为未来女友准备菜 我还做了一对情侣杯 但还没有所属 还为她准备了诗集 五六十首情诗 只差一个女主角 对情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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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来自南京的魏欣怡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你刚才说你做饭 就一点料酒都不能放是吗 可以放 但是如果第一次做的时候 就放的有点多了 我的酒量是特别特别差的 对 但是你如果你的另一半以后 很喜欢喝酒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陪着 我可以一瓶陪你十瓶 然后你看他喝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是吗 然后他会跟你说我先睡了 我支撑不了一会儿 我先睡了 睡一会儿就起来再陪你喝 1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短片里您会喜欢做菜 有一段时间呢 我特别喜欢吃东北菜里面的 锅包肉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也是像您一样 照着这个APP上来做 然后那个锅包肉 要出锅的那个时候 撒上这个醋 特别是用我们的 恒顺香醋六年成 不仅呢提味增鲜 还可以有益健康 也推荐给你 我也很喜欢醋 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 我刚才上台的时候紧张 我忘说了 因为东北 它有那个东北拌菜 豆皮黄粉丝什么的 我会经常会放很多处的 1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朱一贝 来自浙江宁波 今年24岁 你好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你 做糊的话 应该是要非常认真 非常专注的一件事情 那你肯定有可能 一天会花大量的时间 在做糊上面 那你是不是经常会 没有办法回女朋友的微信呢 这个不会的 然后手机就是放在工作台上 如果是女朋友发来的话 我看见的话就会回 除非是我 现在这个过程是 特别需要用心去做的 然后我会等一下再回 你有几个微信号 一个 就一个吗 对 人家都是四个 哦 哈哈 四号 大家好 我是来自长沙的何旭林 你好 然后我是学过 三年多的茶艺表演 所以也对茶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遇到女生不喜欢喝茶 你该怎么办 这个每个人的爱好不同吧 对 他不喜欢也没关系啊 我会慢慢地去引导他 让他慢慢喜欢的 我总有办法让你喜欢他 哎 飞哥 说到这个茶 能不能玩个小游戏 你说 我说茶的名字 让女嘉宾猜一下是属于什么茶类的 好 你来 A 第一个 安吉白茶 12号 绿茶 对了 好厉害 来 再来一个 第二个是大红袍 好 纸贝贝 红茶 红茶 错 不对 黄茶 不对 不对 乌龙茶 乌龙茶 对 是的 乌龙茶 那不是乌龙茶 长知识料 再来几个 绿血牙 绿血牙 是什么 豆牙的一种 高进 白衣茶 对 是的 对了 它是蒙的吧 对 蒙的 我再考你一个 碧檀飘雪 什么 碧檀飘雪 绿茶 花茶 你给他们要不要分享一下 关于紫砂的一些事 我想知道 平时你们玩糊吗 贾茗玉 您好 内爱宾 说到玩糊 我就想到 我小的时候 我家楼下的大爷 一手盘个核桃 一手拿个紫砂糊 这么六 就是六嘴喝 你知道吗 然后我想知道 你所说的玩糊 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常见的 都是这样的 玩糊其实就是正常用糊 每天泡茶用 像您说的这种 对着嘴喝 但是个人的话 不太建议这种 因为它不太卫生 而且容易烫到自己 关键是容易烫 卫生不卫生 你说那把糊就我一个人喝 我又不会给别人分享 这不存在 开水一进去对着嘴 你自己想吧 你一般你把糊都送人的时候 你会有选择性的吗 会 肯定会的 比如说你会怎么选 因为这个糊我做出来之后 我是有感情的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不能说我随随便便 就送给一些人 我有一个微信群 有九个人 我们关系特别特别好 我目前为止 只送了他们八个人 然后这个名字 我还给起了叫九怪 九怪 对 我是大怪 现在八怪都结婚了 也有小朋友了 有小小怪了都 老怪一个人担着了 你今天有没有把握 带一个回你的黑风洞 必须有 一般来说他们是这么说的 喜欢把玩这种东西的人 基本上是中年男人 这个不一定吧 不一定是吧 对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化了 包括我的客户 有的00后的 他们很喜欢这个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 紫砂文化 包括茶文化 我觉得现在 它是属于我们生活中的 所以不要把它用年龄来划分 我的年纪不够 我还不能喝茶 确实 而且它可以跟很多年轻的方式 包装在一起 我刚才就在想 你可以做一个紫砂盲盒 你刚才八怪 正好加一个隐藏款 然后在不同的壶 喝不同的茶 然后买壶赠茶等等 就有很多玩法 16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就是休闲方式 就跟朋友聚会啊什么 都是以喝茶为主吗 基本上就在家比较宅 平时会跟师兄弟什么聚一下 我们聚会的话 也就是喝茶 聊天 吃饭 因为茶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他的意思可能比如说唱歌 剧本沙 密室 或者什么体育活动 这个很少 运动我会打 打篮球 看下一条 喂喂 福莲 问你个八卦 咱们小丛多久没有谈过恋爱了 挺久了吧 少说也得两三年了 二十二岁的初恋 是发小介绍我俩认识的 先在电话里告白 然后在过年的时候 见了第一面 第一次面对这样主动的喜欢 慌张的同时 会觉得很温暖 过年时 我们去见了各自的父母 双方家庭都很满意 我也觉得我们的恋爱 不会再有问题 他希望我半年左右吧 能从大连回老家 我当时也给他的承诺 就是半年左右 我把工作辞掉 从大连回老家陪他 只是我没有想到 他在手机上向我提了分手 两个家庭满意了 两个人却分开了 又过了一年 突然有个女孩来加我微信 说是在朋友的好友圈里 看到了我的照片 后来我们还没见面 就互相表达了心意 虽然当时还是异地 但每天下午五点四十 我们会准时开始通电话 原本普通的五点四十 却是我爱情的火线 可爱意很快燃尽 渐渐地 他不愿和我多说 五点四十再打过去 只会被他刮断 如果说未来的感情 那我希望能像师父和师娘一样恩爱 你会是一个勇敢 可爱 有些孩子气的女孩吗 希望无论到什么年纪 我们眼里都只有彼此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在感情里面 都是偏被动的一方吗 我比较迁就对方吧 很多事情会为对方考虑 我会牺牲我的一些东西 去迁就对方 那如果说出现一些矛盾 你是会主动去解决 还是说会想着忍一段时间 后面再说呢 出现矛盾了就解决矛盾 但是我不会跟他吵 跟他闹的 就是如果都在这个情绪上了 我会忍让的 好吧 谢谢 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当时你的前任 就是在手机上和你说的分手 然后你没有再争取吗 争取了 我觉得这个分手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第二天我就回家了嘛 就去找他了 然后买了一些那个便利贴 我在他们家的楼道贴了 我爱你 对吧 等他下班回来的时候看见了 后来他说 那咱们就是见个面吃个饭吧 后来我说好 然后当天晚上就是吃了个饭 把这个事情简单地聊了一下 后来就是选择了和平分手 好的 谢谢男嘉宾 我觉得突然的灭灯 好像只是说你的生活当中 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和你的热情 在紫砂湖的创作过程中 感觉生活圈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种情况下 除非那个女生 对你所从事的行业特别喜欢 否则呢 就是普通的职业的人 他理解不了那个工作的特性的话 会觉得交流起来 共同语言会少一点 其实手艺人有很多非常繁琐的 而且流传已久的 不可打破的 不可逾越的规则和底线 他塑造了这个手艺人这个身份 很坚实的一个身形 但是在爱情当中 他又可能会成为一种智骨 所以你刚才就提到 你说每天到了5点40 我觉得我就要拨个电话 它会成为一种安全感 成为你的行事方式的一种 一个指针 一个标签 时间到 我要打 你有时候需要想想 爱情当中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它变成一个任务 它身上的那种浪漫 美感 不确定性全部都消散了 换个角度想一想 对 这是你要从工作模式 切换的爱情模式 要完成的一点 思维方式上的转变 这一步如果转变了 那种生活中的交集 都可以慢慢再去寻找 去拓展 年轻人嘛 他总是向往着 有点活力的那种 太安静了这是 就是稍微做一些 更年轻化的那种 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 可能会更方便和女生交往 好吗 吸取教训 以后改进